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享受去计划一趟旅行 能让我更有想象力 找到行动的力量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我是Ean 我喜欢阅读 更喜欢思考 能为这世界做些什么 给予和分享 使我得到的更多 Hey Ian 你知道圣经里面讲说 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何而为一的心 当我每次想到这个经文 我就觉得很有趣 因为他说要保守何而为一的心 其实我们在关系当中 一开始都是合一的 跟越不认识的人 其实我们越容易合一 反而是我们越认识 我们才发现 我们有好多不同的地方 越认识才发现 对方可能有一些做事的方式 很容易冒犯到我 反而需要保守何而为一的心 对 我太深刻的提悟了 因为我就一直在保守 跟你何而为一的心 本来都跟你很合一的 就发现我们越认识 越有容 其实真的就是这样 当关系越亲密的时候 却有机会误解对方 所以越有机会 其实被对方冒犯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这样的讲法很好 就是说 我们常常忽略掉在这个关系里面 其实我们本来是很相爱的 其实我们本来是非常彼此欣赏的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认识去思想一下 现在我们当中可能有冲突的一些人 可能常常冲突最深的就是什么呢 可能是夫妻 可能是爸爸妈妈跟孩子 真的是教会里面的同工 但是我们如果直接去思想 本来我们可能是非常相爱 可能是非常彼此珍惜 之间有非常好的友谊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重新的 回到原点去思考 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段经文是这样讲 它说倘若能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我觉得很喜欢思想这个话 它说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不应该只是和好的关系 不应该只存在你我 不应该只存在少数的人当中 如果我们现在思想到 在我们的生活圈当中 还有一些人是我们不和睦的 那我们应该要开始努力思想 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们应该尽力的去做 而且当然这个里面讲说 倘若能行 我们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因为我觉得这段经文 你知道有一个人叫 Steven Covey 我知道 Steven Covey他讲到有一个 高校人士的七个习惯 那么其中第一个习惯叫 Proactive 叫做主动积极 那这个Proactive 主动积极就是讲到说 其实我对人生是有主导权的 这个倘若能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他不只告诉我们说 不要只跟少数的人和睦 不要只是跟一个小圈圈的人和睦 要尽可能跟每一个人都和睦 第二个 他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其实这个决定权是超自在我的 无论别人怎么样做 我是可以选择尽力的 很多人在这关系里面 等他跟我道歉 等他跟我低头 常常还有很多人这样祷告 说主啊 让他向我道歉 对不对 但是其实我们是可以做过一个 主动积极的人生 我们可以去跟别人和睦 主动是跟别人和好 所以其实讲到和睦跟和好 其实很多的时候 在我们的华人的思维当中 我们都觉得是有一个是非对错 可是其实和睦跟和好 不一定跟是非对错 有绝对的关系 其实和睦和好 其实讲到的是关系的修复 其实讲到关系 就会有一个东西 就是心与心的连结 其实我们常常会提到这个观念 怎么样能够让心与心连结 包括做父母的怎么样跟孩子 心与心连结 丈夫跟妻子怎么样跟心与心连结 同工跟同工之间怎么样 恢复心与心的连结 还有朋友跟朋友之间 怎么恢复这个关系 其实这才是和睦和好 我们最需要去思想的 我常常在想 John 我让我打断你一下 你知道你刚刚讲这个心与心连结 我觉得很好 可是很多人就是因为问题 它卡在一个点 就是说我们如果不讲出个 是非对错来 我们的关系就不能恢复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很多人说 我知道关系很重要 可是你就一直错 你一直错 那我就要告诉你说 你这样一直错 就会一直伤害我 那我还是要把是非对错讲清楚 我们的关系才能够恢复 是非关系 其实我们很多东西是 先关系后是非 你没有关系的时候 你再怎么样谈 其实是没有帮助的 当两个人的心是封闭的 当两个人的心是疏离的 其实要谈是非 你就会发现 很多事情 它不是只有一个面向 很多事情 它都是一体两面 或者从不同的角度 怎么样看这个事情 会有不同的感受 而且很多的时候 伤害造成与否 跟对方做什么 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 或者是没有做什么 伤害造成与否 是对我 对他做这个行为的 动机的结果 那你就会发现 很多的时候 当人与人互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在揣测对方的动机 我们觉得对方说这个话 是恶意的 是故意要伤害我 是在嘲笑我 是在讽刺我 甚至很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因为人的一个眼神 感到受伤 他可能是真的恶意要伤害你 他也可能是 无心的一个眼神 无心的一个表情 可是我们对对方的 很多这些的解读 我们伤害了我们自己 所以其实很多的误解 都是这样造成的 所以当然需不需要去谈清楚 很需要 可是谈清楚 也有谈清楚的方式 我是说如果 你刚刚讲 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好像辩论比赛 对不对 辩论比赛完了之后 其实很少有辩论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就可以认同对方的想法 通常是就算我们变输了 我们也变得更 执着于我们的想法 是 所以如果要传福给别人 永远都不用辩论的方法 因为你赢了辩论比赛 可是你会输了他的心 也输了他的灵魂 可是反而你在关心的里面 去爱他 去服侍他 去关心他 为他付出 反而他的心就慢慢慢慢会被融化 而且很多时候在当下 其实我们的认知已经觉得 对方可能是恶意的 或者是可能我们已经在一个误解当中 心受伤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谈是非的时候 你会发现 会碰到一个现象 你知道人与人之间沟通 都会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他不会是百分之百通 对不对 就是我可能沟通的方式 我表达的方式 并不能够完全百分之百 传递我里面真的想要讲的东西 因为这跟口才有关系 这跟你是否会表达有关系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当沟这一方跟通这一方 总是会有一点点 我们叫做 communication gap 就是沟通的一个 沟通的落差 落差 对不对 那通常面对到落差的时候 你有两个 有两个东西会充满在这个落差里面 好 一个叫做信任 trust 一个叫做 suspicion 就是怀疑 嗯 那你就会发现 当关系不对的时候 任何的communication gap 我们都会用什么充满 怀疑 嗯 他这样讲 他为什么这样讲 他的方式 他这样讲法 背后动机是什么 你发现 你里面充满怀疑 你对所有事情的解读 都是朝着负面 对 只有当我们在信任感里面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听下 乍听之下觉得 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啊 好伤人哦 可是你突然会有个想法进来说 啊 文华哥不是这一种人啦 他一定不是这个意思 可是你就发现 很多时候我们的解读是 他就是这个样子 你不要为他解释了 他就是这么恶劣 他就是要伤害我 他就是看不起我 为什么 因为那个communication gap 已经充满了一个东西 叫做sustation 就是不怀疑 就是不信任 所以为什么在建立关系当中 很重要的是 一定要让彼此的沟通 是在信任感里面 失去了信任 再怎么样的沟通 那个误解的代价 真的太大了 你有没有被人误会过 有太多这种经验了 对 所以你刚讲 我非常感同身受 对 不过 我觉得你刚讲的一个 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要事先 去谈是非对错 反而要先把关系建立起来 恢复彼此的信任关系 那么那个之后 要谈的时候 大家才能够去 不过去误解对方的动机 不会在一个怀疑的心里面去 马太福音第五章 当耶稣在登山宝序里面这么说 祂说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其实当我们谈到和睦的时候 不只是谈到 我们内心里面如果对别人怀怨 我们要记得 我们不要看别人眼中有刺 就忘记自己眼中有两目 我们需要去处理 我们内心里面的怨气 去原谅 去饶恕 如果我们知道别人对我们有怨气 我们要主动去跟他和好 问问看 我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 可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能不能够去让两个 在争吵的人 让他们彼此和好 你知道我常看见 有很多时候 人们不是使人和睦的人 是使人分开的人 加油天处 对 加油天处 火上加油 你看这个人就是这样子 我真的吃过他的亏 他就是这么糟糕的一个人 能不能够让他和好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当我们让别人和好的时候 其实神是非常喜悦这件事情的 所以从神的角度来 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 神只在乎的是 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 不不不 神也在乎我们跟人的关系 所以当我们跟人的关系 是在不对的位置 神说你先去修复关系 再来到我的面前 其实修复关系需要勇气 某种程度好像是 你知道在Ted Talk里面 有一个最有 Top 5 最多人看的其中一个 就是Bernet Brown 她讲的The Power of Vulnerability 就是脆弱的力量 其实某种程度要去 可以跟人和好 其实是要赤裸敞开 等于说你变得很脆弱 说我真的在生你的气 或者是说你伤害了我 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你会讲这个话 其实在关系当中 其实神要帮助我们 也要训练我们的 是怎么样能够在关系当中 学会这个修复 那这个修复的其实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方式是什么 我们学会怎么样道歉 你会发现对我们华人来讲 特别对华人的男人来讲 其实道歉对不起 其实是很沉重的 因为对不起所代表的就是 我错你对 所以他感觉是一种身份的 像我的地位是很低的 所以你就发现很多的父母亲 特别是爸爸 是不跟孩子道歉的 其实我们必须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 其实道歉或者是说对不起 其实是修复关系 很多时候的时候第一个步骤 因为当两个人都僵在那边 彼此都觉得对方伤害了他 或者是对方没有做到他所期待的 其实在这个僵直当中 其实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的心转回 其实当有一方愿意低头 我们做丈夫跟妻子互动的 其实都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 对不对 我们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 为教会舍己 其实某种程度低头说对不起 好像要死一样 有的时候为什么是我先低头 为什么要我先道歉 明明就是对方的错 这不合理 这不公平 你要知道当我们讲关系的时候 他就不是公不公平 合不合理来看 讲关系只讲一个 就是我们的心 合不可以再连接在一起 所以我跟你分享 最近发生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跟我的儿子 我老大 我的大儿子 Zach 他现在六岁 我们有一天 往上其实很大很大的一个冲突 那那个很大的一个冲突 其实是他 他打姐姐 那他打姐姐我就很生气 那我就很生气 那我要教他的时候 他又很硬 那个他的个性就是吃软不吃硬 所以你一硬他比你更硬 那我就很生气很生气 我就打他屁股 而且打得很 那他是那种打完之后不通 那你知道我们这个就会更生气了 这个就超火超火超火的 然后我就更用力再打下去 然后一打下去 他就哭了 他一哭 他的心好像在那个 在那个整个气氛当中 他的心就变成石头一样了 就是刚硬起来 像我封闭起来 然后我就不管再怎么样跟他讲 我甚至后来跟他道歉 他都说我不原谅你 然后他不是说不原谅你 他说我永远不原谅你 哇 这么强烈 我知道我在怒气当中 尝试管教他的时候 我知道我有犯错 所以我尝试跟他说对不起 跟他道歉 尝试跟他修复 我发现当他的心一关闭起来 我怎么讲 我怎么说 都没有办法 让他的心跟我的心连结 然后我就继续跟他讲 整个事情发生 他就说你不要你离开我 你出去 你出去 可是我就发现 我后来继续跟他道歉 持续跟他道歉 再跟他道歉 我就发现那个石头的心 慢慢的 慢慢的 就开始融化 慢慢的 慢慢的 就开始变得温柔 后来我就可以靠近他 我就跟他谈一件发生的事情 我跟他说 爸爸真的有做错的地方 爸爸跟你道歉 可是然后在跟他道歉过程当中 他开始也说 我也有做错的地方 我们就彼此 很好 那个关系 其实是先心与心的连结 然后才进到事情的一些的是非对错的里面 我相信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的方式 在关系的和好当中 你要知道其实很多的时候 道歉其实是什么 道歉是修复心与心与连结最好的一个工具 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又没有错 为什么要道歉 可是对孩子来讲 其实孩子的世间观很单纯 公不公平 他觉得就是不公平 可是他的公平不一定是真的公平 可是在他的里面 他觉得不公平的时候 他就需要一个某种程度 有一点点给他一点台阶下 很多的父母亲说 为什么要父母跟孩子道歉 没有这回事 可是如果我们明白 我们要跟孩子沟通的时候 你的道歉可以帮助他的心转回的话 那因为我们中文的对不起 其实就是讲到是是非对错 可是我很喜欢英文 因为英文的I'm sorry 或者是sorry这个字 不只是代表对不起 它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我很遗憾 所以我可以说I'm sorry you feel this way 我很难过 因为你现在看到你这个样子 我真的很难过 所以I'm sorry有一个部分 跟同理心有关系 所以当我们学会怎么样去 同理对方的感觉 那个I'm sorry 不是只是对不起而已 它有一个同理心的功能 所以那个词就不会感觉到那么沉重 所以当我们常常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就会发现 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的对不起 而是你明白在关系当中 有一个东西比是非对错还要重要 就是我跟你的关系一定要修复 所以我常跟人家说 沟通最重要的目的 其实是关系的修复 如果我今天知道我要跟一个同工要谈 那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些的误会 或者有些的冲突 其实我来 你要我做任何事我都可以做 你要我做任何事我都愿意做 因为我知道我的目的 我的目的不是骂你骂到像臭头一样 告诉你你真的完全错误 你现在知道赶快悔改 因为我要知道我要跟你心连结 只要我跟你心通的那一刻 基本上我接下来讲的东西 你都听得进去 可是在我们的心还没有连结之前 我讲再多的真理 把圣经搬出来 你听起来都是控告 定罪 不信任 你怀疑 更多充满在你的那个关系当中 就会发现大家关系是越疏离 越紧张越紧绷 所以很多的时候怎么样 在爱的里面 我们常会说在爱里说诚实话 关键不是只是诚实话 而是说我怎么样营造一个爱的环境 当我们沟通的时候 我来不是要讲说 我觉得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我来其实要跟你分享的是我的心 因为我要跟你连结的话 我第一个要先把我的心拿出来 我要把我的心拿出来 而不是只是告诉对方说 我想象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那时候想什么 你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在分心里 其实你发现很多的时候 我们都是在我们的伤痛当中 去分析对方 去猜测对方 我以前都会发现 我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就是我要去跟对方互动沟通的时候 特别是我觉得一些比较紧张的关系 其实我的大脑里面已经跑出一个剧本 就是它会怎么样 然后它会怎么样的反应 然后多悲逆 多这样 我就发现其实很多的时候 我会自己里面有一个错误的想法 把对方扭曲了 把对方某种程度甚至妖魔化 但是其实很多的时候 我必须要相信一件事 就是这是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是 我需要来怎么样 保守 我怎么样保守 我把我的心拿出来 我说我知道可能你对我有些的误会 我要告诉你 我真的想法是什么 我让你去感受的不是我的讲法 我要让你感受到的是我的心 可能我的沟通并不是那么完全 你会有很多东西 catch不到 以至于你会对我所讲的东西误会 可是我现在把我的心拿出来 所以某种程度 其实我也觉得很多的沟通 尽量当面沟通 不要用简讯 有些人看不到表情 听不到音调 有些我们很多的表达 其实是透过表情 透过眼神 透过我们声音的语调 人们会感觉到这个讯息 比如说 我爱你 或者是 我爱你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但是听起来只是 可是在讯息上面只是同样的三个字 可是事实上 你看到表情 看到语调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不一样 而且很多时候 当你在沟通的时候 比如说 当你医对很多同工的那种沟通 就会发现有些人get it 有些人不get it 有些人很能感受到你的爱 有些人完全感受到的是相反 所以其实 误会越来越大 对 所以其实我就发现 其实沟通真的 其实很多的时候 花心思沟通 这为什么说 他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 所赐何唯一的心 我就发现 有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在沟通上面 更下功 沟通上面更细腻 为什么 因为被误会的代价 有的时候真的很大 你要再去修复关系 你要再次跟他 拔甘情的代价 那不是不好 可是很多的时候 因为你在第一次的沟通上面 很粗糙 以至于对方就受到伤害 你要再去弥补 要再去表明你对他的爱 即使所要下的功夫 还不如你第一次 好好的跟他讲清楚 对不起很重要 你刚刚提到对不起 就是一个恢复关系 最好的一个方法 当然反向来说 不说对不起 也是摧毁关系 最严重的事情 所以很多时候 因为不说对不起 你会看到很多的 刑案的发生 或者是车祸的发生 其实他说 那个人说对不起与否 人死都不能复生了 发生的损失都不能够回复了 可是人们 当他坚持不说对不起的时候 人们会特别的生气 特别的愤怒 那么所以说对不起 学会说对不起 是一个很重要的美德 但是哥罗西书里面 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他说我们的言语 要常常带着和气 然后好像用言调和一样 所以我们所说的话 要带着和气 像这个和气的希腊文的意思 是恩典 但是当时翻译的时候 选择把它翻译成 言语带着恩典 很难明白 就带着和气 但是其实我们所说的话里面 怎么样子透过我们说的话 不只是说对不起 对不起是其中的一种言语 但我们的话里面 好像会让别人感觉到 是有滋味的 是他会感觉到爱的滋味 被鼓励 被肯定 被赞美 他的努力付出 被看见 我想我们都有这种经验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给孩子一个赞美 那个孩子的笑容好灿烂 有时候我们给一个 帮助我们的童工 或者是个弟兄姐妹 一个赞美 他真的整个人 好像会飘起来一样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学习 在我们的言语里面 带着和气 甚至是 即使是我们必须要去 调整一个人的生命 去指证他的时候 去劝诫他的时候 我们都要思考 怎么样子让我们的话语里面 是有恩典的 是 另外一段圣经里面是这样讲 他说 《哥利多后书》里面这么说 他说我们要做完全人 要受安慰 要同心合意 要与人和睦 OK 这样子 仁爱和平的神 就必长与我们同在 这段圣经里面 他这样讲 他讲 这几件事情 就是说 要做完全人 当然要让这个关系 非常的美好 我自己要努力的 让我自己做一个完全人 不要只是学会说对不起 不要让人家总是对我怀怨 因为我总是迟到 我总是答应别人的事情 没有做到 我总是常忘记 那么别人就常常对我怀怨 对不对 迟到 迟到 好 所以这个 第一个我要做完全人 第二个是 我需要受安慰 因为有些时候 如果人家跟我道歉 那么我需要自己去跟别人 我自己的内心里面 也要愿意去饶恕别人 我要受安慰 OK 那么第三个就是要同心合意 这个是很关键 我们正常讲 同心合意就说 对对对 你要同我的心 你要同我的心 但是其实我们在讲 这段经文的时候 圣经都是为我们自己读的 不是为别人读的 所以我们在想 我怎么样子跟别人同心 但我们就思想 我们怎么样跟别人同心 怎么样能够 设身处地地站在别人的立场 为别人来想 最后一个就是 跟别人和睦 这段经文我很喜欢就是说 它说 这样子人爱和平的神 就必常与我们同在 但是我反向说 如果我跟别人的关系不和睦 我们在一种不同心里面 那么神就没有与我们同在 我常在想一个画面 就是说 这个教会里面充满了纷争 然后神就很忧伤地 从那个教堂里面离开了 这是当我们开始和好 我们又开始回复的时候 神又开始从这个教 又开始走进到这个教会的里面 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和睦的关系里面 其实这个跟我们当中有没有神的同在 决定我们会不会有神的同在 这是很宝贵的 想起一个很好的属灵长者 是新加坡神学院的院长 叫麦希真牧师 麦希真牧师就讲一件事情 她说她跟她的妻子 她跟麦希真牧 她们两个人是在青年团契一起长大的 她说她们两个人 她是那种非常有领导力的 有口才 有梦想 然后会做计划 她就会很 但是她从来都没有被选为青年团契的主席 她太太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 然后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 总是被选为做青年团契的主席 她就一直讲一件事情 她说奇怪 我这么伟大 怎么都没有选我呢 但是正是因为她太太是个聆听的人 当她去做新加坡神学院的院长的时候 她就说 你知道她下面几十个博士 这些都是教授 然后都是很有想法的人 然后有的时候在开会的时候 大家要问她问题 就说院长 那我们问你 她常常几个问题就被问倒 她就开始学习 她就想到她太太的领导风格 她就开始学习去倾听 她就开始说 好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 你的想法是什么 那么最后她常做个决定 就说好 那我们就以吴博士 王博士 林博士 这三个人所说的为准 大家就会开始说阿们 然后大家就通过了 那么其实这个做法就是 她知道怎么样去同别人的心 她知道怎么样去跟别人有一个和睦的关系 所以这样子的领导者是一个好的领导者 当我们越去同别人的心 我们越去跟别人和睦的时候 我们反而我们越能够朝着我们的异象方向来前进 所以就像圣经上所说的地中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神的高游从黑门山一直流到亚伦的胡须跟亚伦的衣经 所以其实讲到这个和睦 其实是在和睦当中 神的恩典就会释放出来 神的同在就会释放出来 我们常说要为神预备他的居所 你就从做一个父亲的角度来讲 我回到家里面当孩子在吵架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不舒服的 是 我会希望回家的时候看见孩子们是和乐 是姐姐爱弟弟 然后哥哥爱弟弟 他们在一起玩起来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开心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 是我很开心回到家跟他们在一起 可是如果回到家 哥哥不跟姐姐讲话 然后弟弟又跟哥哥在抢玩具 其实会让我很不舒服的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其实作为神的儿女 其实神非常看重的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这也是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尽心尽性 尽力尽力爱住我们的神 其次就是爱人如己 所以让我们一起操练 怎么样在关系当中 学习保守圣灵所赐而为的心 学习常常和好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谁先爱 有爱的先爱 是神先爱 因为神就是爱 道歉不是因为你是错的那一方 低头不是因为你必须要低头 有爱的先道歉 有爱的先和好 因为神看重的是关系的和好 而不是是非的对错 先关系我们再来谈事工 先在关系的里面 你才能够帮助对方看见到是非的对错 让我们能够看重神所看重的 就是和睦的关系 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在关系上面 重新经历到他的爱 也在爱的里面 修复我们生命当中 已经破碎的关系 求神祝福我们 在关系当中 学习彼此相爱 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也盼望你们可以在网络上面 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共享观点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